插播最新消息 今天傍晚五点多 就在台北小巨蛋旁边 一辆轿车冲上人行道 导致至少三个人受伤 其中有一名70岁的富人 当场命违 送一抢救后不治 详细状况我们连线记者 洪诗情报道 诗情 好 观众马上带关心到 发生在台北小巨蛋旁 这起严重的车祸意外 透过画面您可以看到 当时这辆轿车 就是直接冲撞上了人行道 撞上了一名70岁的富人 富人被撞飞之后 倒地当场命违 现在送一不治 而透过画面您也可以看到 目前警方已经来到 现场见识之外 也拉起了封锁线 而一旁店家的物品 也都被撞得东倒西歪 我刚好要想要去买东西吃 想要车子就蹦一身 然后我看到的情况下 就有一个年纪很大 就倒在地上 一滩血就一滩血 就有人在急救这样子 好 那么根据募集民众说法 当时候听到巨大的 撞击声响之后 一看就有一名富人 倒卧在路边 而当场是失去了生命迹象 还有人协助进行CPR 整起重大的车祸意外 一共造成这名富人死亡之外 另外还有一名24岁的女子 以及49岁的男性 后续都被送往医院 初步是轻伤 目前警方已经来到现场 来进行见识之外 肇事驾驶初步工程 是因为送完货之后要返家 途中突然感觉到一阵晕眩 才会酿货 不过目前正在确认 他的车内是否有相关违禁品 后续状况我们将持续带您掌握 以上现场掌握到的最新状况